台中市区一栋三层楼的透天民宅 在中午发生严重的气暴意外 高龄89岁的陈姓屋主 在家里面依次去烧水时操作不到 导致瓦斯外泄引发了强烈的爆炸 不但自己的房子砖墙整面被震垮 还波及附近的八栋民宅 有十个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爆炸的现场一片狼藉 连房屋的砖墙都整片的被炸垮 屋内的家具也被震到大街上 原本架设在二楼的铁窗也被震落 窗屋的玻璃碎片四散在巷子里 附近受到波及的邻居也赶紧被送往医院 但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爆炸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坐在打牌 我就是在保雷 保雷 不然这样 台中这一栋三层楼的透天措 在中午时突然发生气暴 不但整栋的房子被炸塌了半边 还波及到了附近的八栋民宅 更造成了食人受伤 气暴的原因疑似是89岁的陈姓屋主 在烧开水时操作不当 导致瓦斯外泻造成爆炸 嘣一声啊 就玻璃震碎 刚好我的玻璃有打开 所以有一些没有震碎 你们跟这户有认识吗 有啊 我三天前才叫里长说要关心他 他整个人这个脚都爆开了 那他最严重路人有三个人 路人在那边走过来也是央集到 葛太太他们家四个 还有下太太他们在打麻将 落地霜玻璃 可能他们的头都受伤 首当其冲的陈姓屋主 脸部有三度的烧烫伤 其他大部分人都是被飞溅的玻璃割伤 经过治疗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怎么烧开水烧出这么严重的意外 消防人员正在竞速调查